当西部决赛第四场中场哨声吹响的那一刻 他们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们可以联系到这些赛赛 无论如何进行 我们会准备准备准备 我们会准备准备准备 这些团队会很开心 在家里面的朋友们 这些团队会很肯定 准备准备 我们必须能够成功 这些团队只需要战斗 去年的伤痕不可避免地被再次挑战 去年的伤痕不可避免地被再次挑战 而库里的表现则是最好的回忌 面对当时第一人勒布朗·詹姆斯 无论是过人还是三分 他都毫无忧欲 场区26.8分 9.4个主攻 他是勇士夺冠路上最坚实的基石 最终 新加盟的杜兰特 捧起了FMAP的奖杯 关键得分 招招致命 他实至名归 但当库里出现在镜头前 那几乎击穿屏幕的呐喊声 是所有金州人心里最真实的声音 没有史蒂芬库里 就没有这支能从头再来的金州勇士 也就没有这份再次登临荣耀之巅的畅快林里 退下荣装 走出赛场的他 依然是人们记忆中的青涩模样 但岁月也让这张显得有些娃娃气的脸庞 深深地印在了这一代人的心里 那个三分神准的少年 他奔跑过 跌倒过 却从未放弃